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來到這邊 想要跟我們的大法官來訴求一下 我們直接跟他們講說原住民的無話 我希望在這裡 這個案件 然後我們失效 法力失效 不要再有一個 下一個的 下一個的網關路 今天是8月1號 原住民族日 原住民族日在2005年 從三包變成原住民到原住民族 那這個過程中 我們從 從被邊緣化到慢慢的主體的建立 那可是我們在 去年最高法院這邊 停止審判 然後把這件案件交給這個 憲法法庭進行釋憲 那可是過了一年 我們其實是沒有聽到任何的下文 那可是因為這個是 這一次的這個釋憲 是我們目前 中華民國 目前的第二個 跟原住民族有關的事件 那第一個大家可以去查是 市至第719號 那可是719號我們其實 實際上面看到它是 非常缺乏我們主體觀點 然後看不到原住民族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 藉由這一次 這個事件案 能夠進行這個社會對話的工作 你們知道嗎 一個獵人 他對於 他對於收入的概念是 扣板機是 道德的層次 我再講一次 扣板機是 道德的層次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 給我們原住民 在收入這個層次裡面呢 讓我們只有形容效的概念 因為這個是道德的層次 今天有這個層次之後 整個大自然才會這麼完美 才會一直重新到現在 在千萬年前台灣 就有原住民在這裡生存 每一個原住民族群 都有一套嚴謹的法令規範制度 怎麼跟山林 怎麼跟海洋土地 和諧的相處 今天要套用蔡總總講的對等 我們也期待大法官們 你們 雖然用中華民國 非原住民系統 法令的系統 在理解原住民 跟土地環境的關係的同時 你們也必須要跨越你們有限的認知 進入到原住民數千年 跟著土地相互依存的那個規範 那個律 那個制度 就像達馬大勇 他所認知的 山上周邊所有一切上帝所賜予的 他是帶著一種孝心跟愛心 也加上不弄了不起的獵人的精神 徒手就是要餵養滿足年脈的母親 這樣的理解 希望大法官們能夠 站在蔡總統所講的對等 來召開 為 黨的大陸這個案 來開庭 去年 這個 我們總統府召開了這個司法改革的國事會議 那裡面有特別提到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應該要建立 對我們原住民族 這個司法權益保障 要能夠有效保障我們原住民族司法權益的一個機制 尤其是我們司法從業人員 應該要能夠更瞭解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並且去進一步的去瞭解這些相關的一個法令 然後來落使我們憲法徵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 或是我們的兩公約 又或者是我們這個原住民族權益選员 還有原住民基本法 對我們原住民族這樣的文化權益的一個保障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說 其實長期以來我們的主任都透過不斷的以身釋法 然後又藉由自己這樣的一個可能以刑法的方式 或是刑政法的方式 變成一個個案走到了法院 然後運氣好的遇到好的法官 可能會犯案無罪或者輕判 運氣不好的就被抓去關 那我們希望呢 藉由這樣的我們那個王冠路大哥這個個案 我們不是只有透過這個個案而已 我們就要看到它背後多少族人 多少優秀光榮的獵人 因為中華民國的法治 不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所造成的衝突 希望我們大法官能夠從通案當中來解決這件事情 台灣這最偉大 我們一直不斷地說台灣這最偉大 是因為台灣著重民主價值 但是民主價值不只是選舉 不只是多數決 而是在這個多數決民族 多數決跟選舉底下 更能夠尊重少數人的這個尊嚴 台灣要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就必須要解決原住民基本的權利問題 如此才能夠怎麼樣 在打這個這個民主的議題 在全世界作為保衛台灣的一個最重要的利器 這個我們今天這個提出這個視線 申請請求延遲辯論書 這個請這個 這個由這個書記處的張科長 這個來這個接受 我們請這個讀 來親自把這個請求的延遲辯論書交給這個張科長 把這碳標知 Major 給這個請求延遲 我自己去 Mandal Mific監工 全世界比這點